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10月10号 继续纳瓦尔保底 今天读的是第二章 增强判断力 它还是属于这本书的第一部分 关于财富的 第二章 增强判断力 真正聪明的人从不走捷径 判断力 在人生中如果想赚尽可能多的钱 如果想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支付 就要时刻走在时代的最前沿 学习科技 学习设计 学习艺术 成为行业翘楚 把时间花在省时间上 是不会致富的 省出时间来赚钱 才是正确的思路 努力的作用被大大高估了 在现代经济中 工作的努力程度并没有那么重要 问那什么被低估了呢 判断力 判断力被低估了 你能给判断力下个定义吗 我对智慧的定义是 知道个人行为的长期后果 用于解决外部问题的智慧 其实就是判断力 或者说智慧和判断力是高度相关的 一个智慧而富有判断力的人 首先要知道个人行为的长期后果 然后做出正确的决策 并付诸行动 在杠杆时代 一个正确的决策 可以帮你赢得一切 不付出努力就无法培养判断力 也不会获得任何杠杆 时间的投入是必须的 但判断力更重要 在前进的过程中 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特别是运用了杠杆以后 在每个岔路口选对方向 其重要程度要远远超过前进的努力程度 人生就是选择正确的方向 然后朝这个方向奋力前行 因为第一小节的篇幅比较长 今天就连续读两个小节 第二小节 如何清晰的思考 与聪明相比 思路清晰是一种更好的赞誉 真正的知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就像一根链条 从基础层面到应用层面 环环相扣 以数学为例 如果不懂算术和几何 你就无法理解三角函数 如果有人用词花哨 动辄谈论宏大而复杂的概念 那么他们很有可能 并不了解自己所谈论的东西 我认为最聪明的人 是可以把事情深入浅出的 给孩子讲清楚的人 否则他们自己也没有真正理解 这是一个我们都熟知的观点 确实说得很对 理查德费曼的教学方法 广为人知 在他早期的费曼讲物理系列 讲座中 他就用非常简单 一懂的语言 讲清楚了复杂的概念 他只用三页纸 基本上就把数学的本质 解释清楚了 他从数字开始 讲到计算 然后讲到微积分 其中的逻辑链条 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 他并没有用任何定义 来讲解数学 真正聪明的人是思路清晰的思考者 他们把基础知识和基础层面了解的非常透彻 相较于背诵各种复杂的概念 我更愿意吃透基础知识 死记硬被学来的概念 无法被有机的整合到一起 而且会与基础知识脱节 如果在需要用到一些概念时 却无法通过基础知识推导出来 你就会迷失在现有的知识迷宫里 你就成了简单的背诵机器 一个领域的最新概念往往是没有经过充分验证的 使用这些概念会让我们看似很内行 熟知内行知识是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牢牢掌握基础知识 头脑清晰地思考着能够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问有效决策体现在很多方面 其中一个方面可以归结为处理现实问题 当你做决策时 你如何确保自己是在直面现实问题 回答要直面现实就要放下自我 消除自我意识 忘记自我判断 平复自我情绪 人虽然是高级动物 但情绪化的自我意识的存在 会带来反处式的思维 让一些欲望蒙蔽我们的双眼 让我们看不清现实 从而让我们对世界应该怎样妄下判断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尤其是在把政治诉求和商业问题搅在一起时 阻碍我们看清现实的最大因素 就是我们对现实应有的样子 有先入为主的印象 痛苦时刻的一个定义 当你看到事物的真实面目不是你本来想要的样子 你是痛苦的 举个例子 一直以来你都确信自己的生意做得很好 但实际上 这是由于你无视生意不好的迹象而产生的错觉 结果生意失败了 你痛苦万分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你迟迟没有面对现实 一直在自欺欺人 但痛苦的时刻就是真相大白的时刻 只有处于 只有处于痛苦之中 你才会被迫接受现实 而只有接受现实 你才能做出有意义的改变 取得有意义的进步 由此可见 只有实事求是 才能不断改进 不断前进 难点在于看清真相 要看清真相 就必须摆脱自我 因为自我不想面对真相 自我越弱小 对自己反应的限制越少 对自己想要的结果的执念越低 就越容易看清现实 对美好现实的渴求 蒙蔽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 所谓痛苦就是无法继续 无视事实 假设你的朋友陷入了一些困境 比如分手失业 生意失败 或者出现了健康问题 你要对他表示安慰 你一定知道该怎么说 甚至想都不用想 那个女孩啊 忘了他吧 反正他也不适合你 分手了你会更快乐 相信我 你将来会找到更合适的 你知道正确的答案 但你的朋友却看不到 因为他正在遭受痛苦 备受煎熬 他仍在期望现实会有所不同 然而问题不在于现实 问题在于欲望与现实是 互相冲突的 人总会因欲望而看不清现实 旁人的劝说都是无用的 我自己在做决策的时候 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我深知 越是渴望以某种特定的方式 解决问题 我就越不可能看清事实 因此 尤其是在涉及公司事务时 如果某件事进展不顺利 我就会尽力公开承认存在的问题 对合伙人朋友和同事 开诚不公 这样一来 我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隐瞒 如果不用隐瞒别人 我就不用再欺骗自己 解除了心灵的羁绊和束缚 我就更能看清现实了 感受跟真实是两码事 感受只是自我对事实的部分估计 事实上流出空闲时间非常重要 如果每一天都被各种会议占满 都是忙忙碌碌的 你就无法进行思考 没有思考 你就不会有出色的商业创意 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鼓励大家每周至少花一天时间来思考 最好是两天 因为即使预留了两天 最终也可能变成一天 悠闲的大脑才能产生伟大的创意 一个倍感压力 暗毒 劳行 四处奔波焦头烂额的人是没有办法思考的 所以一定要为思考挤出时间 非常聪明的人往往都是特立独行的 他们坚持独立思考 亲力亲为 以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逆向投资者并非总是反对一切 事实上反对一切是墨守成规的另一种表现 逆向投资者会根据实际情况独立思考 能够顶住盲目从众的压力 玩世不公很容易 随波逐流也很容易 成为逆向投资的乐观主义者才最难得 那么这一小节就读完了 下一小节是 摆脱自我束缚 认清世界真相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